那我是不是可以认为 你已经有腹肌了 腹肌谁没有啊 就是一块和八块的区别呗 2014年的时候 想要八块腹肌 然后2022年的时候 三个月时间练成彭于燕 你好像又回去了 因为中间嘛 因为有一次受伤 然后住过院 所以说身材就从四块 变成一块了 然后在2022年7月的时候 就变回来了 目前的话是有四块 2号 我最近最大的一个愿望清单就是 明年两月份结婚 12月底生孩子 现在是12月中旬 二月结婚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对呀 因为我家里人也催得很急 所以他们给我的最后底线就是到 明年两月份结婚领证 明年二月结婚 对 12月生孩子 这十个月你是一天都不能耽误 对对 哎呀 二月份 今年一月份过年 你真的抓紧了 好 我抓紧 你觉得她怎么样 再了解了解 看看 好的 好的 正希 男嘉宾你好 我是六号女生正希 我的愿望清单呢 是可以跟另外一半去跳伞 双人蹦击 还有玩一些重孔的密室逃脱 当然最重要的一个愿望清单 是希望可以跟另外一半 尝遍全世界的美食 那因为你对每一个食物的热量 会精准地去计算 你会愿意跟我一起去品尝美食吗 这个要分开来讲 就是如果说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话 我会暂时放下控制热量的这个习惯 而且刚刚你说的密室逃脱 蹦洁 去吃遍所有的美食 也是我突破舒适区里边的一些选项